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这根下影线的位置 今天的这根阴线说明昨天介入这根下影线的资金 大部分还是一些短线的超级的短线资金所为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石盘交易情况 从今天的一个石盘交易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 直接就是低开然后震荡之后 下午有一波反弹然后继续回落 然后小幅回升之后收盘报收 但从今天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波动的范围还在昨天一个下影线的位置 那么昨天我们又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是 这根下影线到底是仙人指路还是单针探底呢 单针探底的意思是探底成功继续向上走 确定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反弹的底部 但是如果是仙人指路的话呢 意味着昨天这根下影线所给出的位置还要下去 那么今天这个走势这根阴线说明 昨天这根下影线还是一个仙人指路的动作 在这个地方它指明了一个短期的运行方向 虽然昨天盘中会有反弹 但这个反弹的力度并没有转化为向上攻击的推动力 只是一个超跌之后的短线反弹的格局 从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还需要有一个继续探底 磨底的过程 但是今天虽然是个阴线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比较积极乐观的信号 也就是今天的成交量出现了近期的一个地量 这个成交量只有1618亿 这是从这次3450调整下来的一个地量 那么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有个互动的话题是 地量又见地量 反弹是不是马上就会产生呢 其实这句话的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 地量如何界定 这个地量 今天的这个地量 只是这一波调整过程中间的地量 它是不是会成为 是不是会成为这一波调整真正见底的地量呢 这个另外我们还要继续详细的探讨 有关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 这一段调整过程中间 事实上跟大家介绍过 如何来界定这个地方的地量 也就是这个地方见到某一个量之后 它会反升向上 这个地量如何来界定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几个参考的标准 第一 首先要比前面出现的以后的地量 要出现明显的萎缩 前面的地量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10月20号的地量是1551亿 9月26号的地量是1590亿 本次调整的地量如何来界定 它跟前期的这些地量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 那就是这一次的地量 一定是要小于前面的地量 前面的地量在这里 前面的地量在这里 是1551亿 那么本次的地量 首先有个标准 要低于前期的一个地量 1551亿 而且我们发现 这次位置的调整的位置 现在已经低于上次的位置 相差多少呢 相差100点的位置 上次的位置是在33 3360附近 3370附近 这次已经到了3270附近 我们是这样来界定地量的 如果这一轮的调整的位置 比前面的地量 位置要高 那么只要小于前面的一个地量就行了 也就是说 打个比方说 10月20号这个地量 出现之前 我们发现 10月20号的调整的位置 出现这个1551亿的时候 它的位置要比 9月26号的位置要高 但是成就量比前面的5月29号的那个地量要低了 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地量的概念 那么这一次的位置已经比上面的位置要低了 如何来界定这个地量的幅度呢 和具体的数据呢 我们按照长期的一个统计 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也有一定的规律性的东西 也就是 如果这一次的地量位置 要比上面的地量少了100点的话 这一次的地量的概念 是要比前面的地量 打8折 这个8折的位置在哪里呢 1240亿 所以这一次如果这边出现地量达到1500亿 能不能认定 这就是一个底部呢 不是 不是 概念是非常明确的 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通过长期的一个经验值 经验值的统计 我们发现在这个地方 大概要达到1300亿左右 才能达到真正的反转的地量 今天的地量 只是这一次回调过程中间的地量 还不是出现大级别反弹的那个地量 那么这个地量 目前来看 虽然还有一定的距离 大概300亿左右的距离 但是从今天的缩量的阴线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方向是对的 量你先要缩下来 没有量哪有价 有量先有量后有价 量到了一个非常低的级别 价格就出现了 所以地量低价 会比较接近的时间 时间节点会出现 这个是对上层主板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创业版的走势 创业版今天虽然也是回调 但是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创业版 昨天这个阳线的力度 还是比较大的 今天虽然是一个冲高回落的阴线 量能快速萎缩下来了 创业版今天的回调 没有到达 还是维持在 昨天这个阳线的三分之一之上 说明创业版的回调的力度 并不大 创业版的筹码的锁定性 也在快速的加强 换个角度来讲 今天从上层主板的角度来讲 今天的指数 在昨天的下一线部会 下一线部会波动 但是从创业版的角度来讲 它却在这根阳线的 三分之一之上运行 说明昨天这根阳线的 大部分的筹码 今天并没有大量的抛出 这个就说明 创业版在近期的走势 在今天的走势的角度来讲 是比主板要来的强势 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个设想 创业版这波行情调整下来 是先调整 会不会创业版这一波调整的低位 会先见底呢 整个市场的波动的节奏 并不相同 这一点也请大家在平台上 请我们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另外从股指期货的角度来讲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不寻常的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具体的交易数据 从今天的这个交易数据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我们跟大家介绍说 护生300出现了大幅度的 加仓的动作 打压的迹象非常明显 那么今天三个股指期货品种 出现了集体减仓的动作 说明什么问题呢 等一下我们在明日抢先报的环节 详细跟大家介绍 好的 有关今天的石盘教育情况 以及消息面情况 我们先进短片来看一下 编辑给我们汇总的具体的内容 近日市场继续走弱 护制全天维持弱势下行走势 午后加速跳水 尾盘小幅反弹 跌幅略微收窄 收跌0.67% 中小板指走势更弱 全天弱势下跌 收跌1.35% 市场方面 进入12月 北向资金 一反11月 多日净流入的态势 开始出现资金流出 并在昨日创下38.5亿的净流出新高 不过部分金融 白酒股 仍被北向资金加仓 此外有部分Q费机构 选择加仓医药 光伏板块股票 板块方面 目前已有26家上市券商 发布了11月业绩快报 总计实现净利润 48.47亿元 其中有8家上市券商的净利润 环比增长 18家出现了下降 行业方面 近日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 在南京举行 业内称 近期行业内相关峰会密集召开 产业发展受到市场关注 同时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落地 行业将迎来加速发展期 好的 欢迎回来 首先把今天来到 演播室现场的几位嘉宾 介绍给大家 在我右手边的是叶峰飞 展员 我们今天的评论员 葛姐 葛建颖 欢迎三位 小叶跟我们讲讲 这个阶段 在持续调整的过程中间 今天也出现了一个 略微强弱于所分化的情况 对未来这个走势 各个分类指数的格局怎么看 首先把这波的目前的调整 定性为应该是个阶段性的调整 然后之后的话 我相信就是说 中期的话 我觉得这个调整的空间 我们可以理解为它 会采一下连线 就从大趋势来说 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说 短期 我相信昨天的上影线这地方 可能还会有一所震荡 包括我们的创业板 包括我们的中正1000 中正1000这一块 可能都会有一个 就是这个低位 还会有一个反复 但是这种反复的一个 下面的空间 包括它的一个时间 都不会太长 调整的空间和时间 都不会太长 对对对 空间我可能就是 昨天的那个上阵 以上阵为例吧 上阵的那个下影线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它现在连线也很近了嘛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这个空间了 那换个角度来讲 能不能从上阵主板 上阵指数的角度来讲 3300点之下 倒是可能会成为 一个空头陷阱 我个人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只不过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大的就是说 像我上次说的这样子 就是上阵50就是那个阴线 之后我相信应该是 就是说之前那个市场那个风格 它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 随于它那个整理的话 那么资金会有所分流出去 这分流出去 就接下来看这些资金 会流入到哪一类的品种上面去 就是说一定会 就是风格还是延续之前的一种风格 但这个就是说 它的品种一定会产生轮换 上阵50 这一根阴线之后 你认为这个地方 会不会再重新走强呢 有没有可能 这个需要时间 就是说我指的就是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修准 这个修准的一个 时间周期多长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探明底部的这个时间 应该就是景气的事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了 位置也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说 我相信接下来应该是 就是具有一些固执优势的 一些中小的一些票 可能是接下来会逐步的起稳 那么从指数的层面来讲 对 中小版创业版 特别创业版 怎么看 它是不是可能调整到位了呢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至少有资金很明显的关注 因为从昨天 昨天是那个下引线 我们看到上阵指数 收下引线的同时 虽然把它拉回来了 但是就说我们看到了 就说包括中正1000 包括这个创业版 都没有跟着上阵指数 出现大幅的下跌 而且就是说它收出来 都是比较 还算比较可以的一个阳线 这个细节我相信就是说 已经代表了一些资金的一个 就是说牛肉的情况 这很明显的就是说 接下来可能就是说 上阵和这个 中正这一块 就大票或小票吧 这一块的一个就是说 可能就并不是按照 我们的一个市场的情绪来走 所以我们现在市场情绪 相对比较恐慌 但接下来我相信 它这个市场的这种走势 可能跟我们的情绪 所背离 也就是说 从昨天的角度来讲 市场似乎是解的 情绪方面是比较弱势的 但是恰恰创业版 中正1000 这种原来比较弱势的股票 和指数 反而出现了一个 明显的反弹的走势 从这个角度来反过来证明说 事实上市场 跟情绪的表现是不一致的 反过来证明 其实已经有资金 在悄悄地介入这些分类指数 所以也就是我们不要完全地 就是按照图形来去 对市场做一个定性 好的 咱又跟我们讲讲 这个阶段怎么看 这个各个分类市场的情况 我是相对比较悲观一些 就是偏空一些 比较偏空一些 那么一方面 刚才我们在节目前讲到 就是说 现在商量指数 其实是一个大的头肩顶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大的头肩顶的 如果说这个大的头肩顶成立的话 那么现在这个颈线也可以破 是不是 按照现在的这个走势的话 那么颈线破了 顶也成立了 那照得理来说 现在应该是走车阶段 对吧 那么从走车阶段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下地这一点空间应该是 我觉得是不够的 就短期内应该还有下行空间 另外一个呢 有人说31300不破不立 但是反过来 我们往上桌的时候 每一个整数关口 打破每一个整数关口 都是一个新的机会 同样的往下走的时候 一些重要的关口被打破以后 可能是继续想想看的机会 所以说像31300的破 我倒觉得并不 我个人认为 并不一定认为是不破不立 相反来说 是把一些重要的关口 把它打散掉 所以说往下走的话 31300其实 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种争夺 那么现在又社区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会引发一些新的抛牌 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呢 我比较喜欢看几个重要的ETF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50ETF 510 050 050 对 这个ETF呢 在前天应该有个发量 有个发量上攻 但是我们看到 很快给打回来了 也就是说那是个虚晃一枪 也就是说这个走势 其实双方是一个比较难看的 黄昏之星 对吧 最顶上 最顶上是一个连 持续的一个黄昏之星 对 这个非常非常难 非常是一个比较典凡的一个 典型的一个黄昏之星 典型的头部的性 对对对对 然后呢 持续下跌以后 出了一个小反弹 但这个反弹呢 也就打到黄昏之星的下沿 然后再多下跌 那么应该说 那个反弹只能说是一个 下跌过程中年的反弹 继续更大的下跌动能 那么这个呢还算好看的 我们看看510 300 510 300 对我们看看510 300 那么大家都说 这个反弹后再怎么样 对吧 我们看看现在510 300 已经在双方性低了 它的走势要比50指数要弱了 对 300指数 已经是在双方性的 而且300上面的那个做头是 就是那个黄昏之星的 那个几个量 你再看看 这是一个典型的出讨的量 再加上我们再看看 在前面那几只 对应的当时这个放量的 几只那几个白马股的放量 其实说白了 那地方大家都在跑 对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159 901 这是升100 ETF 那么这个相对来说 偏中盘的已经是更低了 对吧 已经是更低了 而且也是在高位放的量 对不对 这个放量也是非常明显 今天也是好像创新低了 创新低了嘛 那么还有个159 902 这是中小版 ETF 那么是以一些 就是说题材类的为中心的 那么这个是个 典型的算头结构 其实我上次在节目里面 提到过这个问题 而且放量放得非常明显 而且现在一个下跌通道 已经是做成了 对吧 景线也破掉了 那么大家最最最寄希望的 创新版 159 915 我们也看一下 它的一个做事 159 915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 ETF 那么看看 更弱了 对 它不但我们找不到 它转好的迹象 而且反而是捧不起的阿斗 而且从自行的走势来说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挣扎 挣扎完了以后 可能还是可能 就是说虽然说 我们不能说它会低很多 但最起码来说 看不到涨的希望 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对对对 下行的趋势没有改变 另外一个 我想提醒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虽然说 我们现在融资融圈 这块空的比较严 但是前一段时间 涨得比较好的那些白马股 都是融资融圈标低 那么融资到一定阶段 当股价低下来以后 这些融资盘是要跑的 不跑以后它会亏的 还有一个 它也是融圈标低 涨高了以后 如果一旦开低的话 其实有人会去做控它 那么这样都会加速 这类股票的下跌 而且我们看到 有些股票 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端倪 那么如果说 这类股票撑不住 我们今年三半年 大家炒的所谓的价值 那么现在这些价值股 如果倒下来的话 那么我们接下来 炒的主题是什么 我觉得需要等待 所以从目前角度来说 除了性质概念 还好一点 我们看不到 其他的大地提倡 所以说我觉得 大的方向来说 短期内 我们应该以防范风行为主 对 来给两位老嘉宾的观点 点评一下 好的 实际上他们两位的观点 我基本上有部分的赞成了 比如说展员说的 它这个下跌的状态 实际上我们都可以肯定 现在就是一个下跌的状态 但是我们知道 每当上涨的时候 我们要找到一个高点 当它下跌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寻找等待的是一个低点 那么这个低点在哪里 在什么地方 有可能形成这个支撑 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观察和考虑的问题 因为如果再去考虑高位的话 那现在已经跌了一段了 那么这一段能不能完成这个阶段性的调整呢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对于上阵指数来讲 实际上它也是关键位置在下移 那么现在目前状态 就是以3300点为基础 那么上下50点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也就是说 你每50个点 就是一个参考的一个位置 所以从它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从它向上方往下跌的时候 它跌破颈线位之后 那么现在也翻了一个 差不多一倍下来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可能形成支撑的 所以说3300点 需要考虑它的有效的突破性 就是下破性 那么对于创业板来讲 实际上它是最弱的一个指数 那么对于它的近期的走势来讲 它也有可能形成一个支撑 而且我们如果去看这个板块 个股的走势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 现在整个市场个股的走势 已经有不少个股 已经形成到一定的支撑位附近了 已经可以开始考虑 做一个低息的一个状态了 当然这个里边要注意 前期强势股的一个 二次上冲时候的一个减仓的一个机会 讲到个股 我们正好跟小叶来讨论一下 小叶因为是对个股的估值 是有研究的 展员是从市场的一个趋势 市场的本身的情况 是觉得这个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那也对 但是在这个地方 从估值的角度来讲 您跟我们讲讲 从商政主板 创业板 这个地方还有多大的下跌空间呢 目前的估值水平 能不能被大资金所接受 我相信从一些资金的角度来看的话 目前这个位置包括 首先是有些有比较有成长 或者有业绩预期的这些公司 那它一定是具备了 就是说吸引这些资金的一个介入 那从这个点的话 我可以看的话 应该就是现阶段这个位置 像刚才哥姐说的一样 三年三的上下五十点这地方 这种震荡可能就会把这个 也就是说从大盘蓝色股 一线蓝色股 二线蓝色股的角度来讲 大金是可以接受 目前的估值状态的 对 只不过是说这个估值 或许还会持续一个较长时间 对吧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说茅台九 它现在的估值是相对来说是合理的 只不过是说你如果再往上涨 它就暂时没有空间 那只有等着明年的 就是明年的三四月份的这个 新的业绩出来 那它既然又会驱动它的上涨空间 所以就这块我们现在 我倒是觉得这地方 把更多的把眼光放在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具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站在 就像跟外资一样嘛 站在就是说全球视野下 就是说你寻找一些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些企业 比方哪些板块呢 这些板块的话 我觉得现在更多的 我可能会把这个什么呢 就是说把眼光更多的 现在放在一些 科技创新这条主线 记得我之前 把这个科技创新这一块 大的框架分几个板块 我给大家挪累了一下 那么我今天就也带了个PPT 就是说再把这个再细分一下 就是说科技创新这块 我就是把这个 新生电路芯片这一块 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介绍一下 对 就是这个 新生电路芯片这个产业呢 就是说我第一张这个PPT 在上面显示的 就是说它现状的数据 数据的话有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16年的话 这个我们的市场需求 就是说占了全球的50% 但是我们的一个产值不足8% 有很大的空间来 这个空间就是非常大的 进口替代 对对对 那还有一块呢 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看下面这个发展这个预期 这个预期其实就是我们看好 它未来的一个几点理由 就第一个是国产替代这一块 那就说未来的10年 就工信部这块说 要70%的一个自给率 这个空间是非常庞大的 第二个就是说 就是这个一个纲要 和这个中国制造2025 这块都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就是芯片的自给率 在2020年 要达到40% 这个是一个 等于国家的政策支持 这个就是说 对我们未来的整个的一个 极限电路芯片的一个 发展趋势 就是说有了一个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 还有一点就是说 一个资金这一块 就2014年 国家已经成立了 就是说国家产业基金 就是关于这个 基金电路这一块的 那么未来的 应该是五年 就是说整个的一个 从国家的层面投入 要达到上万亿 这个推动力是非常大的 然后就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看这个下游的需求 这块需求 就来自新科技的一个发展需求 就是说5G 人工智能物联网 这块是大势所趋 那么他们这种发展的话 就是说对这一块的一个需求量 是非常庞大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第二张PPT 那这块呢 就是说我是列出了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整个一个芯片产业的 一个几块 就是是一个算是一个框架吧 就是这块呢 就是说芯片设计 芯片制造和 这个封装和测试 这三块 这三块我们现在面对的 这个上市公司当中 都可以找到 相对应的一些公司 这块就是说 一个全产业内的公司也有 但是目前的中国的技术呢 就是说在这一块 还不算是说 就是说在全球这块 还是算比较落后的 但落后的话 就是说有一点 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市场的规模优势 这块规模优势 包括这个 这个国产的一个替代进口的话 就会导致着接下来 就是说 会有很多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并购 或者是说 收购这块的一些案例出现 那我相信就是说 在这块 包括国家的一个支持下 那么这一块的话 从资金啊 这个技术啊 这块来看的话 未来我们这块的芯片的企业 应该会诞生出 就是说 非常优秀的一些公司 也就是这个阶段 超二5G啊 超芯片 事实上从基本面上 是能够找到 推动它的理由的 对 还有一块就是说 最大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随着这个 人工智能5G这块 那这块的前面 它就是需要这块 相对应的一些芯片 那么就是说 可以在这商业公司当中去找 目前我们中国 具备最大的优势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是这个封装和测试这块 有些企业是在全球 是排在前面的 但是就是说 这块最大的核心的 或者最有发展潜力的是什么呢 就是芯片的设计 但这块中国的 有些相关的公司 目前来说也还可以 但是跟全球来说 因为相对来说 封装测试这一块的 它的毛利率是比较低的 低的 对对对 芯片设计它是有垄断性的 对 如果你能设计出一些 好的程序的话 那是不得了 那还有芯片制造 芯片制造这块的话 就是说 可能以台积电为主 当然不在我们这边上市 是在国外上市的 那这块的话 我相信就是说 我们这边也随着 整个资金的话 我相信也与这块相关的公司 会规模和产能 会做得很大 好的 展愿给我们讲讲 近期如何关注一些板块 或者说有什么 如果是比较偏谨慎的 有些什么交易的策略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刚才彭飞提到的 芯片概念 我还是蛮看好的 但是我是觉得 现在大势 我刚才通过这么多的指数分析 我们讲了很多东西 那么大势是趋弱 趋弱的条件之下 其实我们不太主张去最强势 因为很容易抢打鼠头鸟 那么我们长寿会买的会是徒弟 会卖的是师傅 那么我们今天我带来几个案例 告诉大家怎么卖 那么带来四张PP 四张板 那么就是一个案例分析 那么这只股票 其实我有一个自己的指标 那么它的一个卖出标准 就是说中轨油红转绿 股价低波下轨 那么我们看 当然上面还有一条线 以前来讲的时候 没有讲到上面这条线 上面就是上轨这条线 我称为叫凤流线 它主要是用来止盈的 当股价连续三天 占到上规之上 那么只要低波下轨就立即卖 那么这只股票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第一次出现第一个卖点 那么第二次 在我们蓝箭头手指的位置 又出现了第二次的卖点 那么这个卖点出现以后 如果说你当时不能及时买出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影像我们出是一个 极大的一个机会 有一个明明能够赚钱的股票 最后变成了亏损 如果持有到现在 那只能嗷嗷待步了 就像整天派创业办反弹一样 你这个地方有两个卖点的指标 一个是中间的一根线 由红转蓝转绿 对 还有一个就是跌破下面的一根蓝线 对 它是这样的 各有特点 中轨它是用来确定方向的 红代表趋势向上 绿代表趋势向下 至于这条线 我是用来做趋势的 我们整天讲趋势交易 趋势交易 那什么是趋势 如何量化 那么我就做了个简单的标准 红的我就代表上上 绿的我就代表上下 那么下面这条线用来止损的 后来说也是止盈的 那么我买了几个错了怎么办 那么我要控制着 我的有效范围内 比跌破我的极限 那么趋势向下 同时就跌破了我的极限 那么也就下边前是一个极限线 那么我就该抛出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 是一个常规的卖点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有一些股票涨得比较快 那么我怎么来短线获利 那么就是在高位抛出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案例 对 这个案例其实情形一样的 当时在高位横盘整理 大家突然为要涨 但是突然一根阴线往下一打 那么跌破下跪 趋势也有红转率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说随后我们看到 这个股票其实跌得蛮惨的 持续往下跌 那么如果说 其实这些案例 最后一根开线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的售盘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这些股票 如果说你不能有效地把握的话 那么其实还是比较痛苦的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案例 好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 有点相近 那么也就是说持续涨停 我们最近也有这样的股票 对吧 我们不是有一些股票 不是因为重逐概念 连续拉涨停吗 最近又拉起来了 其实没关系的 我们通过封牛线去把握它 那么同时 当它回调以后 我们经常会出现回调买进 我们经常讲牛回头 但是牛回头的股票 不代表所有的股票 都涨起来 如果说你买错了 我们要及时止损 那么可以出现第二个卖点 那么也就是说 只要跌破下跪 同时中轨油红转率 也就趋势反掉了 那么我就认为 认为我买错了 那么我就离急退出来 那么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 就是近期刚刚复牌的一个案例 停牌一年 对吧 停牌一年 那么其实这个股票 我想讲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的停牌概念 我们是没有必要去追随的 对吧 那么在它停牌之前 其实从我的指标中间 已经发出了一个明确的外出信号 而且整个股价是积极判定 出来以后到现在 最后一钢开线 就是因为它现在还是停牌的 但是最后一钢开线 大概是前两天的一钢开线 所以我们看到 这样的股票奉行极大 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今年我们当然 如果眼睛往上看 我们看到了一些白马股 长得确实不错 但是那是风貌麟角 我们今天大概有七成的股票 其实是我今天讲的案例 所以说我们今天 很多人是赚不到钱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不能有效地 在这类股票上 把握住你的资金 而支配这些股票 牢牢地套牢的话 其实再好的股票 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我是觉得 我们要一个有效的工具 同时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要及时地 让股票拼成钱 保存自己的实力 等他新的机会 另外一个 我在前面讲大师的时候 其实提到了一个观点 我说大盘头肩顶 颈先破掉了 现在是进入走车阶段 走车阶段能做的 就是盘盘风险 但是当右侧来你的时候 你如果说手头没钱 再好的右侧给你 你也没机会 你只能等解套 对吧 所以说我是觉得 从当情的操作来讲的话 我们不是去说 哪个地方会反弹 哪个地方会减底 或者说哪个地方会缩量 其实我觉得都是没有意义的 重要的是 什么时间中轨变红色 变红了我们再去操作 只要是绿的我远离它 这样相对来说简单很多 展玉今天带来几张PPT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一般都会讲 成功的向上涨的案例 但很少讲 下跌的破位的案例 因为我们今年 吃这种类型的 股票的亏的人 还是蛮多的 所以说我觉得 今天有必要跟大家 去讲讲这方面的东西 股市是有机会的 但是风险也是并存的 只有我们摒弃到风险 把风险防范住了 留下来的才会是你的机会 确实 就像展玉所说的 在这个地方调整过程中间 我们现在不知道 确确的底部在哪里 但是到了这个位置 手头一定要有现金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上山指数在我的指标中间 中轨是绿的 现在也在下跪之下 所以说现在是不是买点 偏弱势的 对 等待机会 隔阶也跟我们讲讲 有关板块的情况 也对他们的一个选股的方式 和他的交易策略 跟我们点评一下 对 实际上叶芬菲的这个观点 我是也看好的新技术 那么展员这个方法 我觉得特别的赞成 因为它这个是明显的 这个趋势的一个状态 那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的观点是这样 就说这个市场呢 就像今年都快结束了 那么今年整个全年的 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个 小部分个股走得好的 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有可能明年还会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在现在的状态 我倒是觉得最主要的是 在于你的眼光在哪里 明年到底什么地方 能够再去做一些交易 实际上我个人的观点是 目前来讲 要注意一个文化传媒 和文教休闲这一类 我觉得这一些内容 是明年的一个主打的内容 你觉得这个板块 明年可能很少有嘉宾提到这个板块 对 隔届倒是提到这个板块 供大家参考 好的 非常感谢场内的嘉宾 分享他们有关对大盘指数 以及对目标板块的一些具体的看法 等一下回来之后 我们要在股市聊聊八的环节 请隔届跟我们讲讲 如何从技术分析的角度 来捕捉一些典型的转折K线 一旦出现这种转折K线 往往它的一个行情 就会出现转折 转折的概念是原来跌的 可能就会不变成上涨的态势 原来上涨的 可能就会变成下跌的态势 所以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今天回来一下时间呢 我们要交给今天的评论员葛建颖 请他给咱们带来股市 聊聊八 大家好 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K线的反转 就是反转折形态 从一个小小的K线 不仅可以看出 多空双方的一个博弈结果 而且还可以通过不同周期的K线 对博弈的过程进行了解 这个过这个周期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如果对于日线级别的内容 你不能够了解它的过程的话 你可以通过分式图去了解它的过程 那么在K线形态及组合的系统里面 有很多常用的转折信号 这些信号一旦出现 就可以在这个实际的操作中 给出一个买进或卖出的一个机会提示 其中最典型的有两种 一个呢 就是黄昏之星和启明星 还有一个就是看涨或者看跌的吞没 看涨的吞没阳线和看跌的吞没阴线 那么如果在这个黄昏之星的K线形态里面 能够出现上吊线或者垂直线 那么就会使这种有效性呢 概率大大的增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这个案例 实际上通过这个K线的分析啊 有三种分析方法 一呢 就是说通过K线本身的一个形态去进行分析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K线的组合形态 第三个呢 是通过这个与指标的配合应用 来进行分析 那么我们知道黄昏之星的话 一般来讲它是一波上涨之后 出现了一个三根K线 这三根K线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跳空缺口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就是形成一个黄昏之星 同样在这个启明星来讲的话 是一般是下跌过程出现三根K线 那么这三根K线呢 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出现以后就构成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起明星的形态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图呢 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第一就是出现这个在黄昏星或者是这个起明星的过程中 如果有配合着有上吊线 或者是这么一个上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垂直线的话 那么它这种可能性就是它的概率会大很多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它的这个指标的配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今天我画的这个图有点小 可能看不太清楚 那么这个地方它就是典型的带有一个垂直线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里边还可以配合它的一个指标的一个变化 那么MACD和KD界都出现了一定的金叉 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里边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是一个组合形态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根K线完成的这一个黄昏之星 而是通过一系列的K线形构成了一个组合形态 所以说在这个形态出现的时候 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个指标的一个配合 去分析它的一个信号的确定性 好的 非常感谢葛姐给我们分享非常精彩的聊聊发内容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小板块 微信联联看 黄昏到了微信联联看的时间了 对于持续在低位徘徊的大盘指数 咱们投资者是怎么来看待的呢 他们对于早前非常强势的上证武林 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来看一下 老股民十年他说了 近期大盘连续出现 阶段性见底信号 就算下跌调整幅度应该也不会太大了 逢低买入的机会即将到来 大气说 当下的大盘只有深跌一下后 强势拉升 才能够再让投资者看到希望了 这样的缓步下行只能让我们越陷越深 牡丹说上证武林不能碰了 当你在产生条件反射和惯性思维的时候 觉得上证武林不会跌 还会一直涨的时候 其实主力已经出火了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又是如何来看待大盘指数的这一路下行呢 这其中究竟蕴含的是风险还是机会呢 希望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看到您的观点分享 好了 以下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杨静龙 好的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在平台上有个投票 题目是A股短期的曙光还远吗 认为曙光不远了 占了45%的比例 还有一些朋友是认为还远得很 占了55%的比例 看来大部分朋友还是一个偏谨慎的态度 我们看到今天有朋友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有位老朋友三水乐于 他说主力太太 没细唱 庄家雀场 好迷茫 跟风炒股 真盲目 买入蓝筹也重创 有位朋友叫云雾 他说上证指数连续3日收盘在120天均线下方 若是明显 但60分钟级别的MACD指标 底背里明显 短期的反弹 或将一触即发 反弹之后 仍然持有重仓的投资者 应该要继续减仓 另外有位老朋友 艾特张领宝说 大盘今天继续低开低低走 收低量小阴线 未能补去下跌的缺口 下跳的缺口 调整尚未结束 谨慎观望为一 另外有位朋友叫与世界谈谈 他说目前的大盘已经处于超卖区 这里可以不参与 但绝对不能出局 短期部分超低的个股 已经先于指数反弹 而他们正是指数 主体过程中间的先行者 其交易性的机会 可以重点关注 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 新的朋友 能够在平台上留言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等下回来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从明日抢先报环节 从股指期货增仓减仓的角度 来看看空头主力到底是怎么理解 今天的这根缩量下跌的阴线的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明天的主板和创业板 能否收复早前几天的失地 为周线反转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呢 马上跟随杨静农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我们首先来看看上映正指数的K线图 上映正指数目前仍然是 均线空头的有序排列 震荡下行的态势 从均线的角度来讲 并没有改变 但是今天出现了一个 快速缩量的情况 这个显示筹码是渐去稳定的 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 是减少了超过9%的一个状态 说明筹码是渐去稳定 这个阶段我们不太看好 原因很简单 就是在前面一个 前几个交易日的过程中间 成交量是放量下跌 这个对市场的稳定 还有一段的距离要走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虽然下跌阴线 但是出现了一个筹码 渐去稳定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耐心等待地量的到来 这个地量如何来界定 一个行情出现大级别反弹的地量呢 刚才已经在开场白的时候 更加详细介绍过 这个地量我们判断 可能是要在1000 上阵主板在1300亿左右 这个量能可能会成为 这一次调整的一个地量 地量出现之后 那么地价也有可能随之到来 所以从短线的角度来讲 我们认为它的短线走势 是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 探底回升的走势 这个底探到哪里 要参考这个1300亿左右的地量的概念 才是真正的底 这个底还需要耐心的等待 所以我们短期的一个操作方向 还是一个暂时观望的走势 观望的态势 但是呢 我们加了一句话 要耐心等待止跌起稳的信号 止跌的起稳信号有2.1 量能达到我们刚才说的 起稳的量能地量的概念 另外一个也可以参考 刚才格姐跟大家讲的 如果出现转折的 底部转折的K线 T字线啊 或者是跳空 下来之后跳空上去的这种阳线啊 这就是一些转折的K线 量架两方面结合起来 你就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个地方短线已经调整到位 反弹马上就会来临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上阵50的情况 上阵50 目前是均线 无序的排列 震荡整理的格局 短线继续缩量 昨天也是缩量回调 昨天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昨天的缩量的量能的缩量 是非常明显的 缩到了前天的一半为止 今天继续缩量 说明筹码是渐去稳定的 股指期货显示 它的持仓总数减少了405手 昨天它就开始减了 虽然昨天是阴线 它减了130手 今天继续减仓 而且加大了减仓的力度 我们觉得这是空头阻力 持续撤退离场的迹象 并且事实上我们发现 到今天为止 虽然上阵50 这个阶段的调整幅度也不小 上周甚至出现过 五连英的格局 但事实上到今天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 有任何的大机构 敢于在上阵50上面 大幅度的做空的迹象 事实上是没有看到过的 所以我们判断说 如果这波行情 市场要见底的话 上阵指数要见底的话 会不会50率先见底 冷藍成为一个 比较强势的领涨的品种呢 值得大家分享 参考这样一个结论 所以对上阵50 我们总体判断是 短线也是探底回升 暂时观望的一个态势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 护生300 护生300 目前是均线空头排列 震荡下行的走势 冷藍没有改变 但是股指期货显示 持仓总数大幅度在减少了 1064手 从护生300里面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近期通过股指期货 来判断短期的涨跌 它的有效性是非常强的 昨天我们跟大家介绍说 护生300昨天加了1243手 怎么昨天回调过程中间 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加仓呢 在我们的交易体系中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机构是以做空为主 散户是以做多为主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有效性在今天 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昨天做空的机构 做空的空单 今天是全面获利了 昨天的空单 今天马上就获利 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看到 股指期货的增减仓 对第二天的指数的走势 它的有效性 有时候第二天马上就应验 有时候是隔了两三天才应验 有时候也有出现 亏损 离场 愣配 初局的局面 但是这个阶段我们看到 空头做空 第二天应验的这种情况 概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是空头主力 获利了结 全面撤退的迹象 昨天是一千两百多手 今天也超过一千手 超过一千手的仓差的变动 我们是可以足够的重视的 所以我们认为 富山零零 空头机构 空头主力 打了一个漂亮的 做空的短线 但是也出现了一个 全面撤退的动作 它也是一个短线 探底回升的走势 要等待转机的到来 展示还是一个观望的态势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版 创业版的走势 目前是均线 空头排列 震荡下行的走势 缩量回调 回调缩量显示 它具有较强的抗地性 昨天的 刚才在开场白的时候 也跟大家介绍过 今天的回调 是在昨天的阳线的 三分之一之上 这个抗地性非常明显 上证指数来讲 今天是跑到 它的下一线部位 来进行震荡 而创业版 在这个三分之一 阳线之上进行调整 抗地性 远远要超过上证主板 然后从股指期货的角度来讲 中正500股指期货 今天减了813手 昨天是加了751手 前天是加了847手 它也开始 空头阻力也开始 获利了结 全面撤退的动作开始了 所以对于创业版的角度 中正500的角度 我们也是认为 短线是一个 探底回升的格局 虽然探底回升 但短线还是一个 观望的态势 主要是止跌的明显的反转的信号 还没有出现 所以短线来讲 我们认为 这边可能还有 从上证主板的角度来讲 还有调整的空间 但这个调整空间 从现货缩量的角度 从股指期货 空头阻力开始 获利了结的角度 我们觉得 这个地方 可能离短线的底部 不远了 耐心等待 耐心等待量和价 两方面都出现 见底的信号之后 可能我们会有一个 抄底的机会 一旦发现这样的迹象 我们仍然会持续地 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看法和观点 好的 等下回来之后 我们要进入 有看头来的板块 我们用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进入一个 抽奖的环节 大屏幕滚动起来 好 停 恭喜这位 伟号为752的朋友 您要获得飞客电器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有看头来的板块 我们要请图 有看头的讲师 运用技术分析的方法 为我们梳理一下 短线的投资机会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参与 有看头来的板块的互动交流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小龙 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图小龙 那在昨天的节目中 跟大家讲到了 残忍体系当中的 第一类买点 合到12月份的投资策略报告 说到这份报告的话 昨天有朋友深夜 给我发消息说 来晚了 没有领取到 那这份报告的话 我最后是放在了 今天的互动交流平台里面 如果昨天 你没有来得及领取的朋友 你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来做最后的免费领取 其实的话 我们从全年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选对了标的 其实是非常的关键 那在这份报告里面的话 其实就会给到大家 相关的配置建议 昨天的话 跟大家讲到了 残忍体系当中的一买 今天重点跟大家讲讲 第二类买点 我们来看下一张PPT 那从整体一买走出来 上涨之后的话 我们发现 如果遇到了上方的压力之后 出现了回调 不跌破一买低点的位置 那么这就是属于 残忍体系当中的 第二类买点 其实二买 也是属于一个安全的买点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相关的板块和到案例股 请看下一张PPT 那其实在昨天节目中的话 也跟大家讲到了 PPP概念股的话 其实是存在着 一买的机会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 它也是有所表现 那当然在一买方面的话 其实航天国防板块 也是属于一买 同时今天我们看到 它也是表现的颇为突出 我们看它是 经过了两中枢下跌 倍值之后 产生的第一类买点 我们看到整体 这一个板块的个股 在今天也是表现不错 如果说我们错过了 一买的机会 其实接下来在发现 航天国防板块 回调不破前期低点的位置 也是存在着 第二类买点的一个契机 下面我们来看 具体的案例股 因为选到了具体的案例 才是最为的关键 那么看到这个品种的话 其实它也是出现了 第一买 第一类买点之后 强势上涨的品种 一买这么强 那么接下来 其实第二类买点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低息买入的一个机会 那其实如果说你对于这样的一些选股方法 或者是对我选出来的一些案例股感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R维码 来做进一步的关注 也是给到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操作思路 合到稳健获利的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案例股 请看下一张PPT 那这个品种的话 就是属于刚刚出发第一类买点的品种 我们看到 整体这个品种经过两中枢下跌之后 目前股价还在不断的震荡走低 但是通过MSD的一个绿珠面积 不断缩小 从而验证这个低点的话 其实也在慢慢地映浪着第一类买点的机会 最近的话 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到了 一买的一些品种的机会 其实的话 他们一旦一买确立之后 也将证明接下来的话 存在着一个短线低点 从而产生日线级别上涨一笔的机会 如果说你的品种的话 也是符合类似 像我刚刚讲到的一些走势类型的话 那或许你可以参照 我跟大家讲到的一些方法 来做一定的做差价 补仓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大家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 如果说你拿捏不准 是不是我的个股 要在近期做一定的补仓 做差价机会的话 你可以在互动交流平台里面 给我们留言 好的 今天的话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老杨 好的 欢迎回来 还是要跟小爷讨论一下 短期的一个选股输入 跟我们介绍一下 短期的选股输入 我想可能 从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就是说 我们不立足于短线 就是更多的缺下于中长线的 就是说 未来的一些主流品种 或者是说一些大的流股 它一定是提前于市场 先进入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这一点很重要 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标志 包括我今天介绍的这个芯片 我不是一个短线的一个热点 不是一个短线的思路 我更多的是 看好它的未来 一个大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么包括以后 我还会介绍像5G 人工智能 物联网 这个相关板块的一些选股思路 还有一个我想 另外的补充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投资这块 我们更多的是 就是在寻找一个好的机会 和包括一些好的 优秀的一些品种 这是投资的根本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比较流行一句话 就是什么 就是在目前的市场 就是看到了一些牛股 死拿着这个什么 熊股不放 是个错误的 同时你看到了市场 大多数的这个熊股 但是你把你的牛股给下出来了 这也是不对的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 咱又给我们讲讲 短期的一个仓位的控制 是不是要保持低仓位呢 墨奇林小张老师呢 我觉得大事归大事 购股还是购股 熊市中间有牛股 牛市中间有熊股 对吧 那么总理还是看 你手中的持股情况 本质上来讲 如果说你手中的股票 比如说就像这些芯片类的 对吧 整个趋势还是往上走的 军心系统是斗头发散的 那么你就拿着吧 也别太多的在大盘指数 把弱势股给剔除掉 对 把强势股留在手里面 好的 非常感谢产内的嘉宾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